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小花感动的稀里哗啦当即就以身相许 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大猪在与小花趴趴完之后便来到医院 医生告诉他们已经找到合适的大猪眼球的捐献者 大猪为了能够看一看这个漂亮的小花便同意了移植手术 手术也非常成功 换完眼睛后的大猪走上了人生巅峰迎娶了小花 可是换完眼珠子之后的大猪经常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 大猪也没有太过在意 好不容易能够重现光明了 大猪便想和小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他们乘船来到了一处环境优美风光秀丽的海岛 住进了岛上的家庭旅馆 舒适的大床房加上迷人的小娇气 大猪便想要做点什么 到了晚上两人一块吹着海风喝喝小酒 然而小花却发现大猪心患的眼珠子 还附带了一个嗜酒如命的技能 大猪一杯接着一杯 然后就喝高了 回到旅馆的小花穿着蕾丝吊袋 饥渴难耐的在窗边 然而大猪却因为喝的太多在厕所狂吐不止 给小花整得心里没着没落 第二天大猪的行为变得越发古怪 在酒吧喝酒的时候 注意力一直在别人家的老婆的胸脯上 还在码头上摸了老太太的屁股 发现大猪越来越不对劲的小花给医生打了电话 医生告诉小花 大猪这是幻眼珠子综合症 过几天就会好了 然而回到家中的大猪再次和小花发生了争吵 就在小花想要回娘家的时候 大猪直接对小花实施了家暴 打完小花的大猪来到一处游轮上找到了大波浪 想要和他发生点什么 大波浪欲拒还迎 最后还是拒绝了大猪 大猪一气之下将大波浪扔进了水里 大波浪淹死了 回到家中的大猪继续喝酒 小花上前阻止被大猪一巴掌拍倒在沙发上 就在大猪想要整死小花的时候开始头疼 大猪艰难的爬到了院子里 一头扎进了游泳池中 看到大猪这一认错态度 小花当即就原谅了他 赶紧跳到水中将大猪捞了起来 第二天警察发现了大波浪的尸体 并将它打捞了起来 随即又接到了游客的报警 声称在另一处地方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就在小花跟着看热闹的时候 酒吧老板娘找到了小花 并将它带到了自己家里 老板娘给小花看了关于杀人狂魔的资料 小花在墙上的相片中发现 杀人狂魔和自己丈夫接受医治的眼睛一模一样 这一发现把小花吓得夺门而出 紧接着老板娘就被穿着裤衩的大猪 一个恶狼扑石活生生整死了 之后大猪又来到大波浪的船上 开枪打死了大波浪的丈夫 到了晚上 小花回到了住所 他发现自己的好友兼大猪的主治医师 来到了他们家里 还坐在餐桌前和大猪愉快地吃着晚餐 小花走近一看顿时大惊失色 一声已经被大猪杀死 还被挖出了眼珠子 小花撒丫子就跑 他先是找到一部电话机想要报警求助 却发现电话怎么也打不出去 随后小花碰到了管理员大爷 乌乌喳喳的一顿描述给大爷直接整懵逼了 看到大猪追来 小花撇下大爷扭头就跑 留下懵逼状态的大爷被大猪杀死了 女主角跑到海边遇到了岛上的警察 本想着这下自己可得救了 可是警察也被大猪直接抹了脖子 这下子小花失去了退路 小花被大猪掐住了脖子 就在大猪将要杀死小花的时候 小花瞅准机会一个抠眼珠子 加一个后推了结了大猪 好了 水哥我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盲眼杀鸡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哟